大家好 我叫夏宜君 来自于大连民族大学 今年大三 女后观景专业 23岁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宜君的履历 跟他的长相一样的复杂 他今年23岁 但是履历非常非常的丰富 他23 看着民国老 看着32 然后呢 他读书的时候 创业挣了不少钱 并且呢 还去各个学校当中 成为一个创业的一个模范 然后进行过大量的这个演讲 做了几十场 然后还拿到过 国家一些创业比赛的 一些非常不错的奖项 还有政府的一些扶植基金 还拿到了投资 一个23岁的年轻人 能够有这么丰富的一个 创业实践的一个经历 我觉得是个奇葩人才 谢谢老师 这也把你折磨成了这个样子 对啊 两年前我的岁月还是很正常的 对我就想问一下 你什么时候老成这样 我创业两年胖了大概50斤吧 创业两年胖了50斤 对对对 创业都会瘦 你怎么创业还给创业 因为我可能负责的东西 就是PR和公关 我主要负责跟各位吃 我最多的时候 一晚上吃了七顿饭 我特别好奇 一个晚上是七顿饭 是从几点吃到几点 下午的四点多钟 一直到凌晨的两点多钟的烧烤 你不请人吃饭 聊不成天吗 我觉得 当你在饭桌上沟通事情来比较容易一些 你没有办法想象跟商场一样 我们两个人站着来聊一些项目 这很奇葩 饭局是我自己设定的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更轻松 而且你比较擅长用饭局来聊天 可能是吧 对吧 但是你要记住一点 你是带团队的 你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难复制的 恒不能你的下属 每个月拿大量的饭票找你报销 因为他学习了你 对吧 谈成还好 谈不成又怎么办 你的公关费又怎么计算 这是一个难于复制 全员复制的方法 陈浩说的非常有道理 如果你是靠吃来维继团队关系 这个是一个 很难很难去让团队 保持战斗力的一种做法 他可以拿你关系 但是战斗力这部分 你花了什么样的功夫 让他解释一下 就是校园团队不是这么带的 不是我要跟一千个人吃喝 我会分区域大使 区域大使后面会分城市 城市后面会分学校 我沟通的主要是区域大使 另外我说我开始做平行学校 为什么一定要和他沟通 我做的平行学校开始很小 不像各位老板的产业这么大 因为做平行学校 做了之后我做了一个叫 网站叫做谈克网 谈克网主营的就是高端课程的一个销售 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比如说我给平行学校谈好 它的价格 比如说外卖是八千块钱 可能再放在我的网上卖六千五 然后这些东西 由我直接跟学校对接 然后把这些东西营销给学生 学生在我这购买 是省了一部分钱 而另外平行学校省的是什么 省的是它的营销费用和推广费用 放在我这进行销售 小夏讲的相当不错 你很优秀 但是咱们别把这主题跑偏了 我们是在讲这个作为一个个人创业者 亲自参与一线是没有错的 但是如果你想做一个成功的创业者 你是要考虑团队的复制性的 所以我们刚才点评你的问题是说 那个作为初创的期间 作为一个基本手段可以 但是不能作为一个常用手段 对您说得非常好 谢谢你点评 DJ 我问一个事 我对你最后的这一段职业经历 非常感兴趣 就是一月份到三月份 在这个客人格自驾公司 做线下负责人 你能详细介绍一下 客人格是一个 有一千万用户的一个 这些多大学生应该都用过 你不用讲它的具体的产品 我是想了解 你在当中负责什么 带多少团队 效益怎么样 就是一方面 带领它的校团队 进行一个新中用户的增长 你是那个区域的还是总负责人 全国总的负责人 你管多少团队 一千个校园大使 我们客人格子 在全国有一千多万的一个用户 然后我们的大使 主要做的是用户的新增 然后我来了 做的是另一个 就把我的团课网项目 放在我们的APP 重新做了 做了一个叫 我们去驾校吧 就是说通过他们 然后我们找到驾校 定向推送 推送学生去驾校 然后做的是一些 它的商业化的 一些路径的一些尝试 那你到底是做 线下推广还是做合作 我其实主要方面 两个方面我都在做 然后我最后的 一个月主要做的就是 它的线下的 商业化的一个尝试 就是跟以前 我的团队网一样 跟各大的 平行学校进行合作 放在我们的APP里面 然后进行报名 预付 现在还干着吗 现在 为什么离职 离职有几个方面的 一个原因 第一个方面 这个团队是非常非常 优秀的一个团队 我非常喜欢 第二个 要做的方向 是跟我不一样的 它制作的更多用户 我想是把用户变现 不是你们俩 应该结合的 不是说谁谁对 没有情号 让我问他一个问题 你向李天放提离职没有 我向李天放提离职 李天放知道 天放知道 你提离职没有 你有没有提离职 提了提了提了 已经提了是吧 对 我认为你在沙谎 我刚才前十分钟 我才跟他沟通了 因为天放是我好朋友 他告诉我 你没有离职 你是办了离职手续 以后来的事 那没有 还没有 所以对 我觉得是严肃的问题 玉君 你看你的简历 当中写的是 15年的1月到15年的3月 你的课成格子 但实际的情况是 现在这都已经5月了 那你这两个月是在干什么 我这两个月 因为有做了 他一个线下团队的一个组件 你知道吗 那个作为一个公司而言 如果他的线下 全部交给你管 你现在去干一个别的事 同时又不承认离职 现在参加这个节目 你认为你这样负责任吗 到底你想做什么 不是 我现在已经 就已经移交了 没有管乡人大使的事了 我最多是做一个 那么小夏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 我就好奇了 你明明4月份还才提离职 现在还在工作 可是你非要写成3月份 你是笔物呢 还是有意的 你的动静和目的是什么 可能是我故意的 是我个人的一些原因 为什么 因为当时来的时候 我可能是 我更多的时候是想着 就是说来 一场个人的一个PR 或者是我们公司的一个PR 或者来做一些 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说的是 他另外的那个公司 所以你不是真的找不到 就是你是想宣传自己 所以你是在求职 还是在PR的 两个方面 我个人是也想求职 然后也有PR 我觉得这不矛盾 你今天是来求专职 不是 我想求一份 就说在一个企业里面 作为雷布创业 你是来拉投资的是吧 不是拉投资 找合作伙伴的是吧 我觉得我在企业求职 我跟他应该就是 合作伙伴的一个关系 我为了他 你不要偷管概念 你固然是企业的一个成员 但是合作和这个职员 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求职的节目 而且他之前过往的 这三份工作 全是同一个行业的 就完全没有考虑 还有进业的问题 对 他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个 那你对任何一家 未来还是这个行业的企业 来讲的话 都会有这样的顾虑 这个是不能回避的 我跟他们CEO也有关系了 因为你说呢 你是这个 课程格子 全国校园大使的总负责人 然后后来又去做了 那个驾校项目 然后你们CEO讲的是 你从来没有做过总负责人 总负责人是另外一个人 说你来了以后 就是让你去做那个驾校 但驾校的 你也没干起来 后来他 所以你就这么一个状态 不是 您可以现在再跟他聊一下吧 不可能是 他说总负责人 他微信里过用中文打的吗 他说总负责人 是另外一个人 不是他 对 那你就可以 你可以跟他进一再沟通一下 这不 我这边 你很清楚了 那个人不是你 就是那个人不是你 而且这个 我觉得也合理 因为总负责人这个事 那个 这个天方 这个CEO特级讲 说总负责人 在我们公司 一定是全职员工 说我们不可能聘一个 在校生 做这个事 他说这是开玩笑的 你觉得他说的是假话吗 是这样的 因为 回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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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遍段东西一话 你回答我 他说的是假的吗 不是假话 因为是 这是我个人的 不是假话 他说的都是真的 对 那你到底是不是 现下负责人 我是负责他的一个 新业务 就是一个项目的一个 不是总负责人对吧 对不是 他不是总负责人 总负责人下面 有八个区域负责人 根本不是相当会 就是你前面是 过度包装 对 明白 就是基本的程序问题 对 这件事情确实我错了 你怎么说你错了的时候 说的那么的轻松呢 第一是我确实错了 第一我的初衷就是不对的 我觉得我的初衷就是不对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因为我 可能是我的理解有误吧 我为什么刚才会说那个问题 我为什么觉得 它简简单单的一句错误 难以平复我内心的感受 就是说 当你承认自己一件事情 是不诚信 是错误的时候 其实不字不足够 虽然我们这个节目 也经常出现不诚信的问题 但我们每次在面试一个人的时候 还是用相信的态度去看他 所以当这个年轻人刚上来的时候 侃侃而谈的时候 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能吃苦 并且因为吃苦而长成这么胖 是吧 而且有付出的一个男生 对他寄予了 不光是信任 甚至有一些期待的情感在里面 所以他简简单单的一声说 是 我是错了 我觉得不足以贫富 我内心对他的情感 所以不是说一声错误 就能够对你刚才所有的行为 做出一个回复的 你明不明白这种感受 明白 就被骗的感受 如果今天他们之间 如果没有联系到 那个什么李天放的话 你决定要骗到我们到什么时候 所以我就很气愤 你知道吗 有很多观众会说 你们有那么气愤吗 跟你又没什么多大关系 但是我们每次在面试 一个选手的时候 我们就是抱这种信任的角度来的 可是你们就欺骗了我 第一轮选择取核类 还有两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唯有才 来吧 两位说一下刘灯的理由吧 非常简单 其实第一 他承认他错了 第二 他要做的事情 他想做大约身的线下代理市场 这恰恰是PVGO 目前在做的事情 PVGO就是在做线下的代理市场 这人可为我用 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但是加油 他被揭穿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说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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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但问题就是说 我们一直讲诚信是一条红线 对吧 加油 比如申雷讲 过度包装 其实他用了一个非常文的词 其实就是撒谎嘛 对吧 加油 今天这个问题 不仅是过度包装的问题 我相信他 还是存在PR的成分在里面 就是你跟刘灯 他不会去你那儿 他去与不去 恰恰证明他是否在PR 如果他来了 那证明我们在猜测他 如果他没来 那证明他在PR 散除了什么的长性 我们宽恕也应该是长性 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 或者他没有长出 所以做企业 我们就要与人只损长 一个应聘者 关键是他的应聘动机 他是为什么而来 他的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做PR 不是找工作 你说他有能力 我相信他有能力 但是能力跟道德 跟动机 跟诚信 其实 不可比 段老师 我为什么要留下来 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说 一个是企业要有这样一个需求 第二个来说 我们要对他 要有进一步的了解 第三个来说 我们其实可以在 企业的制度当中 很多的情况 来规范他未来的行为 所以留下来个别老板 给他工作 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 第一 你们俩 有你们俩的权利 我们无权去指责 但是我们只想强调一点 在一个公开的舞台上 不诚信的应聘 是不道德的应聘 对于这种不信任 一定是林荣人 但是说 不是说不可原谅 是不是就此轻易地原谅 还是给他一个教训 让他走下舞台 自己去寻找工作岗位 何去何从 土磊 土磊我想接你的说 因为东军曾经招过 一个吸毒的女孩 这种包容 我觉得叫美德 但是如果让 所有看电视的 年轻人看到一个人 在舞台上 刚说完谎 刚被揭穿 又找着工作 对吧 老板还美其名约 这样是人才 我觉得这是不厚道的事情 我们这么多人 灭灯了 包括批评他 这本身就是一种 他本来最后 你去想一想 如果说他不是这样子 那肯定12盏灯 都会留下来 他最后本来 只能选择一盏灯 他本来就只能选一个 否则的话 他如果像他这样的 创业型人才 他的工资 可能是几十万 那就不是 我可能在工资上面 会惩罚他 其实就是因为 留灯的老板 可以开除 认为他满意的工资 其实我们只要问小夏一句 你自己就是创业者 如果你碰上这样的员工 今天你坐在我们这个位置上 你会怎么办 你会留灯吗 不好意思 我现在确实是不知道 来吧 选择还没有进行到最后 我们不浪费时间 既然他已经到了这个环节 给他施展的空间 你准备了什么 天生我有才 就是 PPT是吗 什么都没有准备 还是说以前的那些创业经历吧 没有准备 你为什么不准备一个PPT呢 你有这么多光辉的历史 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说 而且晚上都可以查得到 别人去查 跟你展现出来是两回事 我觉得我说就可以了 一军一军 我真的查了 我查三创电子商务大赛 加你的名字 还有创青春创业大赛 加你的名字都查不到 不可能 你过来 可以百度一下 你在三创电子商务大赛 如果没有 如果这个比赛没有 确实是没有 三创电子商务大赛 三创电子商务大赛 你要查一下 他的所有的特等奖 不可能没有 也许你在这个平台上 你现在查不够快 但是我不希望 这件事上 再对我产生任何误解 因为我来这件事上 我确实是我自己 做错了一些事情 但是我不希望再误解我 我跟你说 他查不到 可能是查询方式的问题 所以你带来 是多方便的一件事 你干嘛让别人去查呢 别人有义务去帮你去查你的这些 证明你的这些荣誉吗 大家都是在PPT当中展现 把证书带过来 为什么你就不能呢 要我们去帮你查呢 你是 你是多么高级的一个人才 你是多么 多么之所可乐的一个人才 要我们去帮你 去证明这些你过去的经历呢 我们是求着你来应聘 求着你来工作吗 您现在可以 我展示给大家了吗 可以啊 你再来了吗 我现在跟大家说不行吗 你跟大家说 你刚才也说了一大堆话 后来呢 请问呢 我先说一大堆话 我查到了 查到了 慧玥 这不重要 他又吹牛了呀 温迪日 你是辽宁赛区特能奖 不是国家级特能奖 我反对继续面试 我也反对 我觉得原则完全不过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我无法判断 这个过程 仍然是不是 你公司的PR过程 而且我清楚地知道 三创大赛是分成省级赛区 和国家赛区的 而且我觉得 你现在拿一个省级赛区过来 不 咱跟这大赛没关系了 不管现在刘家勇 跟这个沈东军 给你什么样的机会 小夏 他们错误了 理解了一个原则 也就是说人品可以不重要 才华比人品还重要 我觉得这不是 我们其他企业的价值观 还有一个问题 我要说一下 我们可以继续面试 我们可以先退场 是吧 对对对 我讲一个问题 如果现在两个老板 还在跪你继续留灯 我们先退场休息灵面 他们跟你一样都是PR 在做广告而已 对就把这个 就把这个线来 没有任何区别 两家企业跟他一起 在做广告有意义吗 我能说两句话 你开吗 这两句话可能说的就是 稍微比较就是严厉一点 第一 我个人就是我今天就是 不管是我的情形 还是都是非常失败 但是我想说的话 就是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的目的是招人 但是也有PR 也有其他的一些 你错了 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说 你是在侮辱我们 我是来招人的 但是我们是 趁确实实是诚信招人的 我们HR的经理合同都带过来了 我们真是来招人的 还想说什么 不想说什么 不想说什么了 那个小夏同学 你们现在足以见得了吧 听见了他的意思吧 才能和德性 哪个更重要 如果说我们这些 老一旦的企业家 大家觉得这个是个代沟的话 那你们看到两个90后的老板 也认为诚信比才能很重要 我觉得全世界做商业 做企业人 都应该诚信是最重要的 每个老板应该有这样的基础 所以如果哪些老板认为 这个基础不重要 我们不一起玩了 可以吗 如果把一档求知节目 搬上荧幕 让大家去看 那么某一些人的行为和方式 就免不了被置于城市作秀 或者是刷广告 我也承认 在这个舞台上 老板为自己的企业打广告 都是有的 但这并不涉及到道德的范畴 你最关键的问题是 知道自己不道德 还要脸不改 心不跳地维持辩护 还要说 不是我不道德 是你们都不道德 那两个老板留灯呢 可能是有这种爱才的想法 但这种情况下 你根本不能判断说 他之前说的那些 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的简历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你如何判断他有才华呢 心里根本就没有办法判断 所以我觉得整个 再去面试都没有意义 我们企业来飞行莫属平台 是为了企业招聘 有能力 有知识 有经验的人才 更关键是 我们需要招聘 跟我们不同价值观 起码是有基本的诚信 道德底线的人 诚信就是红线 任何一个企业是不可以碰的 我个人觉得 我今天并不是生 这个小孩的气 我是生某些老板的气 我觉得他们应该 不能为了商业利益 为了所谓的PR 完全牺牲自己的 道德底线 还牺牲自己的用人原则 我就问一句话 如果不是在电视平台 他们在自己企业 真的会这样招人吗 他的企业 如果真的这样招人 真的这样招人的话 他企业能走到今天吗 一切都是太多质疑 还有两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 谈前不上感情 写下你们的薪酬 所有的老板都离着现场 今天我也想走 没办法 我是主持人 我没有比任何一天 想要离开这个舞台的欲望 其实这涂老师 其实在这过程当上 他已经受到很大惩罚 我不觉得 其实这种惩罚 每一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 到最后他们都把 你们都拖下水了 还认错呢 你们的薪酬请揭晓 小师傅 这是最大 我刚才一起讲 这是最大的皮安 我刚才讲 我刚才讲自己 他来做皮安 不是求职的时候 我就整理一个中子了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企业是搞知名度 但是他们没有信用 没有美意度 没有欠 我真的很奇怪 这个企业怎么活到今天呢 七十一句话 这刘家勇显得PV过 欢迎你 就跟这小伙子是一路的 所以我们也很 我们也很质疑 刘家勇的程序问题 其实我是把你当作 高端一点的人才 因为你已经在我们的 目标群体里耕耘过多年 给你的基本的职业规划 是我们PVgo 线下代理团队的 总负责的副手 我无法现在 通过这么一个简短面试 给你开出任何薪资 我希望我们线下聊 那我们有一个葡萄酒的微商 那我们这葡萄酒的微商呢 下一步发展呢 会做成一个O2O 我就需要有一个项目的负责人 如果说你现在加入进来 这个项目如果成功的话 你会有一定的股份 谢谢 你还有问题要问他们俩吗 没有 15秒钟时间请考虑 通灵珠宝 不能集团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想在线下 然后 你的选择是谢谢再见 还是通灵珠宝 还是 风能集团 你到底是哪个 你别跟我谈什么 线下不线下 线下我管不着 在这儿 你是谢谢再见 还是选择哪个企业 谢谢再见 谢谢再见